大家好 今天是6月10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全日沒有方向 不過其實輕微向淡 為什麼呢? A股今天上升 不過A股放食飯 11點半後恆指升幅收窄 A股3點收市 恆指直到跌 你說港股有多弱 不過所說的弱 其實又困在29300點 阻力 下方返回區間 你說它跌嗎? 跌3點 看不看跌? 低成交 你說沽額沒有 但等什麼? 等美國 美國今晚出通脹數據 當然 整個無限loop的故事 通脹 經濟過熱 收水 減少買債 加息 陰霾 這些故事吹就這樣吹 用不擔心? 我經常都教大家看美債知識 隔夜美債知識 10年期1.5都穿埋 1.49多 那你可能相信 Smart Money 是否根本完全沒有擔心 這個通脹數據呢? 要不然 知識就不會落得那麼厲害 所以我自己覺得 即管看看 又看美國的通脹 又捱了它 雖然我都不肯定 是否出了通脹 代表市終於可以移動 就又看了 我覺得 A股會維持突破 對港股始終都是利好 看看這個數據 恆生指數 可不可以後市進一步 又試試兩萬九千三的位置 至於強勢 這期當然是講車 比亞迪有可能供應蘋果車 芯片的概念 吉利也不頑皮 有大行說 鴻海會供應芯片給他 看著這兩隻車 看看有沒有機會進一步就告